鼠年快到这段时间,大家最喜欢是什么呢? 看风水? 当然了 不过鼠年运程,自己查书都查到了 我都无谓扮大师 既然我们常常拍旅游 不如就等我们一连五集 带上风水师天赤师傅 同大家一路旅游一路看风水来 又是天地灵气的地方 我经常跟观众说 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寺庙 今次我们来到新北市临口区 又给大家看看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寺庙 怎样有特色呢?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是不是很漂亮? 天赤师傅 是啊,刚刚看到你 是啊,我特意来找你的 只要吸收天地灵气 很醒目 因为这次来到这里 其实你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寺庙 在香港也很少见到 而这次我们来到可能比较晚一点 人的时候会比较少一点 其实日常生活 朝早、下午 过来的人口都比较多 很舒服的 在清朝的期间 已经开始有这个情况 因为新竹市临口区 其实很多人是拜观音 那些十八首观音 大家经常都在供奉 到1939年 这一个观音字终于落实了 不过当时开始 一日字时期一日式的风格 慢慢把它变成台式的风格 所以可能你同时会感受到 有些不同风格的东西存在 不如师傅一起进去 正规求签的程序 就是首先拿着圣杯 先问一问 你问一问他 可能你心里想着一个问题 例如感情运 事业运 或者今年的运程 想着这个问题 然后就扎个圣杯 如果圣杯是出对的 即是一正一反 代表你的状态 菩萨是可以给你问的 是的 但如果你出到 正面和反面 是的 如果两个正面和两个反面 即是你的状态是不适合的 你可以有两个方法 走人 拜完之后就走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 你先静心一下 是的 有时候 他说的好像一个天线的关系 如果天线不准 那你收这个台 给你求一支签 都不必有用 再严谨一点 我们求完之签 再问三次胜辈 三次都说可以的时候 那这支签 就确确实实是你的了 说很多人 香港是求错签的 是的 香港有个简化版 其实开头求一求 或者你问完这支签 你先求一求 这样就可以知道 这支签是否你了 如果你是求错签 为什么有些人 他说我求了一支签 为什么解来解去都不对 其实是可能你的状态不好 或者可能你求签的时候 想了其他事情 不够诚心 对 想吃什么好 其实就会干扰到结果 所以你后来 double confirm一次 就是确认一次 是很有需要的 好 好 我这次又跟祝师傅你的方法 去求一求 看看做什么竞选时机 一百万个观众 我最喜欢拜神 好 要打火就点火 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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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過去再拿個了 要過去再拿個了 看 神球的東西是驗了 至於我是求什麼 我就是求 現在我們做什麼 這件事發展的方法 就是我們會搞這麼多個牌 這個取向是對的 還是只要搞一個普通電視 他跟我說 現在我做的東西是 一做人 所以接下來觀眾多些 就會看到我們的台 更加之多不同的新發展 師傅 好 一齊話 這就是 超人比較高分的電視 大陸 公仔指標 100個電視 這個是那些 這個很會托托下去 托飛鏢就托下去 真的怕整襯 又是這個開始 Hako說這個圖案是改良了 他們的版畫和設計 跟以前一樣是美麗了 是可愛了 其實畫風一定要保持 還是真的可以藏實 因為我只是很少見這些畫帽 但會有點距離 其實它也有一個傳統 可能我們在香港過來 我們看畫香港的空間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 幾十年五十年 其實每個地方的宗家 都有一點點變 始終它不是一次過不斷改 所以我覺得 其實做得好一點 因為有些人覺得很老 很不想去接觸這個 但其實宗教相關 沒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發掘 或者可以啟發 所以不妨 我覺得香港的效法 台灣人會做多一點 可以支持你吃真 希望自己留意身體平安 財源廣盡 夫妻恩愛 陀佩運開 由大一張開始燒起 OK 大一張燒起 然後放大一點 不用 放大一點 拖開 拖進去 對 輕輕拖進去 對 接著 第二份 剪掉 剪掉 其實沒所謂的 是固定的 已經進去了 你放在這裡 不要太多 它自然的系統 因為就算你不蚊 它也涉及到 三個 你放得出一點 你都會看到 OK 最後了 最後了 有固定 你搭出 慢慢的 哦 人家那些 也對 其實放淺一點 都能進去 其實你放放鬆 反而不是有夠錢 OK 你看到 你讓它慢慢來 它始終看 讓它自然揮發 好 挺OK 這個真的很安全 其實是 其實是 它在陸檯轉 主婦 謝謝師傅 今天幫我指點為進 又來到這麼漂亮的寺廟 各位觀眾 來到台灣 記得多點去寺廟拜訪 除了有很多特色的寺廟之外 正所謂入屋見人 入廟拜神 拜得神多 一定有神秘有 師傅我們走了 走了 拜拜 都是走不了 各位